週三 在曼哈頓的美國郵局總部 再次邀請到繁忙的聖誕老人為活動揭幕 現場的孩童們興奮不已 聖誕老人還朗讀了小朋友們的來信 你問了什麼 聖誕老人 我 要一個書籃 我 要一個車子 我 要一個孩子 為什麼 因為 我喜歡他們 他們很帥 美國郵局在1912年開啟了聖誕老人行動 1940年代起向公眾開放 陸續在全美各地的郵局推出 今年首次向全美各地的民眾 開通了網上領取信件的服務 這個年來 郵件可以在各地的國家 但我們已經延伸了計劃 去領取15個國家的郵件 包括在紐約五個州 在紐約五個州 和在紐約五個州 在紐約五個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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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論是個人 團隊還是公司 想要做回聖誕老人 為有需要的人送上節日祝福 還要提早去領取信件 在紐約的聖誕老人們 可以親自到郵局或網上領取信件 包裝好購買的禮物 然後在12月21日之前 到參與的郵局寄出 增人玫瑰 手留餘香 每年僅紐約市 就會收到成千上萬的信件 想要幫助全美各地的 低收入孩童和家庭 不妨加入聖誕老人行動 新唐人記者雨婷 奧利福 紐約報導 新唐人記者雨婷 奧利福 紐約報導